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好 到了我们读报的时间 德国之声 中共二十大的俄中全会 叫审慎发展经济迎接惊涛骇浪 那么虽然讲到了中共的俄中全会的公报 中国正在迎接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讨厌 那么这个文件呢 其实要看就是即将召开的两会定了一个基调 公报的经济方面还指出 今年的经济恢复的基础很薄弱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稳定 一旦面临不少深层次的问题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疫区转落 山床压力还比较大 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 各种超疫区的因素随时可能发生 那么去年的经济增长百分之三 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差的表现 这个借口他认为跟习近平主导的 清零抗疫政策直接挂钩 那么谈到了这个问题 谈到了国际形势 当然也是谈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战略机遇和风险 挑战并存不切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看不好今年的国内外形势 加拿大新网谈到二重前卫闭幕 通过了机构改革的方案 特别谈到了港澳办可能会升格扩权 升格扩权就是由不再由国务院的办事机构 变成中共中央直属的机构 那就跟台办差不多 要明确联系指导港澳两个中联办 但是这个消息没有得到确认 好了 英国BBC也谈到了两会 政府换界经济目标人口政策 还有呢经济化 当然还有谈到李克强基本上隐退 这四个重点 那么四个重点呢 人事就不用说了 政府换界反正都是他们家的人 那政府换界还有个经济目标 经济目标那谈到了中国社会陷入了流动性的陷阱 居民不断把钱存入银行 这些存款没有办法转化为实际的投资 一夜混的人民币的存款增加了6.87万亿元 同比多增3.05万亿元 住户的存款增加6.2万亿元 创历史同期新高 同比多增了7900亿元 那路西说这就是没有办法 预防性的储备 大家看不好经济形势 那人口政策呢 大家知道也不是那么容易出现了改革改变 外交路线 那当然大家也能对秦刚 有很多的期待 当然也很难说 那么今年还是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了十周年 外界也在关注这些两会 会不会有关如何进一步实施 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或者倡议 法广也是个评论文章 两会的热议 习近平担忧患江山变社 虽然呢 这个两会啊 这个东西都是过了 大家知道李强取代李克强 出任总理路人皆知 不需要的人大讨论 就劈里啪啦了 李克强做完了最后一任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那就让路了 那就是说呢 这里面还谈到了这个 二中前会讲到了这个 国安系统的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 国安系统的改革 也谈到了港澳办的改革的问题 那其实他认为 他这个评论认为 习近平对二中前会 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的前景 有一种很重的不安全感 那么过去都说 面临各种意外的心数呢 过去去年还谈到了黑天鹅 灰犀牛超议期 那么当然他强调了 强党落正的时代已经到来 特别谈到了一个保江山守江山 那么如何呢 做到江山永固 那当然只有一条路 加强强化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 说白了就是习近平的领导 就是定于尊 就是全党上下维护习近平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为只有他才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 还有走向中国的伟大文化复兴 保江山永不变世 是他最大的忧患 他讲到这一点 终身之政之后呢 可能对这个忧患特别的加大 他在二十大讲的 大党更需要越大越巨 越强越恐的态度 那怎么样呢 做得让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放心 李希这话话也是意味深长 亚洲自由电台谈谈了 中国各地企业关闭失业率高企 他讲到东莞 东莞的工厂招工的时候 时薪只有九块 有的都是看到有七块半 那就的人员定单严重的不足 就讲到了低工资开工不足 失业的情况 在内地还是比比皆是 广东浙江江苏等省 最规定原来的最低的工资是 每小时二十二元 但是现在发现呢 很多起薪都比较低 也有不少大学生失业了五个月 抱怨这个防疫政策诸如此类 没有办法交互受保险的五险一金 那么未来的就位环境会不会更差 有人有这样的预期 有疑伦认为中国虽然已经结束了疫情 但是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已经形成 一旦这个群体连基本生存都没有办法维持的话 后果会变得比较严重 德国之声 德国的媒体说对中国经济不要高兴的太早 这是难得一支报说的 尽管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 但中国经济能存在很多难题 那么现在为时乐观还太早 因为目前还有很多 在台上继续解决的难题 首先是房地产 另外是国内的消费 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年轻人的失业力 虽然服务业有些回升 但是服务业也没有办法 不是报复性的消费 华尔街日报谈了 中国可能 这是头版头条 美国可能会撤销 对华为的出口许可证 彻底的把断掉华为 美国高官说 白宫现在是在告诉商务部 切断四级的销售 是时候让华为体现更多的痛苦 是时候自知已死地了 这个话说得很重 当然撤销现在所有对华为的许可证 可能对美国的芯片生产商 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其中很多公司已经获得了 具体像华为出售老一代手机芯片 而其他在全世界各地都会买得到了处理器的许可 这里面美国家就对华为对中国高薪科技的管制 加拿大新网继续谈到了资本红粮包繁被带走了震撼 这个相关的舆论 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多次了 中纪委的13审查 第13审查调查室这句话表文章 表明要破除金融精英论 不宜金钱论和西方看齐论的错误思想 要持续加大金融等领域的腐败问题 惩治力度 党金融界感到不安 那么田惠宇现在呢 或者倒查25年 好像应该也会中判 就是王岐山用过的人基本上都被抓光了 《华尔街日报》 谈到重新开放之后 中国富人加速的迁往新加坡 因为被新加坡的低税率和优质教育所吸引 同时也对中国的习近平领导之下的行进方向感到焦虑 那么根据有关机构的估计 2022年也有10800名的中国富人离开中国 这标志着 离开的人数还是有所回升 那么这里面预计2023年从中国离开的人数将追随世界各地富人流动性总体回升的趋势 今年能将有12.5万名的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迁徙 那打破了2019年的11万的记录 而中国公民占总数迁徙总数的8% 10% 那么富人涌入潮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是随处可见 比如说房价上升了8.6% 高尔夫球这个聚会级也上升了不得了 就原来是25万新加坡币 现在上升到84万的新加坡币 豪华汽车的注册量大幅降生 新加坡对中国公民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讲到新加坡 当然如果你有钱 你就想有多种的选择 能论的人当然毕竟有限 纽约时报这个专稿有意思 中共试图改写公众关于清零的痛苦记忆 那么他认为呢 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你强让人们记住的东西 就是这么一个辩论 他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做法是 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政务裁决的每项措施都有科学医技 得到群众的支持 而且证明是完全正确 那么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宣传 改写公众 对新冠清零的记忆 他认为新冠这个记忆呢 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标志性的政策 但是这个政策和措施 如此极端 严重的损害了经济 引发了广泛的反对 那么这样一个胜利的叙事 得到了大量社评的拥护 目的是要巩固习近平的权威 威慑异设计 威慑那些反对意见的人 这个报道认为 中共推出这个叙事在中美关系更加紧张之际 美国对中国处理新冠大流行做法 包括病毒溯源的问题 因为必须要为这个政策辩护 官方的叙事不提去年12月突然转变的问题 那么这里面讲的是决定性的胜利 是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新冠病毒死亡率最低的国家 清明这个字已经从中共的新的叙事中心不见了 不见了 那么这里面讲到这个叙事是不是能够行之有效 当然他提出他的疑问 这个裴敏欣 那么还有李修路易 他们对这个事情都有看法 他们现在用的词汇 令人惊讶 估计还会有大规模的 这么一个一个宣传活动 这里面呢 就是找回清明时代控制记忆的尝试 在网络上受到审查 很多口号现在都不见 美国之音 那么谈到的是中国和大白的关系 白俄罗斯 普京密有白俄罗斯的总统 卢卡申科抵达北京中俄白小圈子加紧的活动 那是在2月28号 那么抵达了北京 为期三天 为期三天 明天就要走了 卢卡申科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一年后地缘政治危机恶化 美国反复警告北京 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杀伤力武器的时候 来访问中国的 当然也知道 卢卡申科也是习近平的好老友 是习近平一带一路计划的坚定支持和参与者 那这里面呢 民族主义情绪浓厚的环球时报 写了社评 中国除了巴铁之外 现在又有白铁 就是白俄罗斯叫白铁 美国的西安恩说 卢卡申科虽然是普京的坚定的支持 但是面对西方和美国严厉的制裁 也想改变经济完全依赖莫斯科的现状 那么 根据新华社的报导 中白双方的贸易额 去年比前年增加33% 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 纽约时报 也报导了白俄罗斯总统 抵达中国 预计要跟李习近平会见 那这里面呢 谈到68岁的专制者的卢卡申科 一直完全依赖俄罗斯的总统普京 美国表示 莫斯科的一个护拥国的领导人访问中国 是中国和克里木林工关系日益密切 也是中国在乌克兰冲突中支持俄方的又一个迹象 卢卡申科实际上把自己的主权就让给俄罗斯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跟卢卡申科接触 只是中国俄罗斯跟所有参与和支持 俄乌战争加深接触的一部分 这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的一个说法 中国试图在乌克兰战争中扮演中立观察员的角色 又跟俄罗斯保持密切的战略关系 几乎不可能实现这种奇强的姿态 把握了这个平衡的艰难 也破坏了北京向欧洲示好的努力 中国领导人认为这些大国是从政中国疲卵经济 和应对来自美国日益争激烈的竞争所必须 但是呢好像没有奏效 那么关里卢卡申科这个说法 中国其实跟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关系 他们严重的程度 他们主要是共同对西方有反感 因为西方是他们的主要敌人 这是他们的重中之重 德国资深也谈到这个问题 卢卡申科访问中国 北京跟西方的嫌隙会进一步的加深 而不会缩小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第一 二中全会闭幕重头戏是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 港澳办病毒党的机构 一点都不奇怪 党管一切 要管对台 也可以管港澳 这不是这次机构改革的重点 重点是刀把子是否这个集中统侠 中央内务委员会是否成型 由于政权的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的增加 可以想象 加大 加强 专政工具的职能 势在必行 第二 两会在即 政府换届 不会有更多的意外 来来去去 就是那几个信德国的人 关键在于 弱的内阁 能不能支撑起尽快改善经济民生的问题 这个大局 社交平台流传一则李克强 批评现任发改委主任何立峰 急急忙忙处理医保改革问题上的做法 即便这个传闻可信度很高 但也只能说明李克强是正在站好最后一班港 另外这涉及当年 胡锦涛整朱厚泽的传闻也不进而走 团派最终的消失 落井下石的人当然也就多了起来 当年胡耀邦曾经说过对不起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朱厚泽 胡耀邦说了一句话 朱厚泽是当总书记的人选 当然这句话自然也就决定了朱厚泽日后的命运 第三 纽约时报注意到了中共当局试图在确立对新冠疫情历史叙事的杀费苦心 清零以及清零所带来的一切要从记忆中抹去 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但在很多受访者的访问中 他们是不希望过去三年的记忆被轻易的抹去 包括对严厉限制措施和大换围抗疫活动的记忆 只要有人还记得住过去三年的苦难和荒谬 我们就可以跟这个社会的遗忘做斗争 尤其是选择性的遗忘做斗争 必须说要彻底的忘掉大一三年是不行的 也不容易的 所以民间社会的叙事体系 你应尽快的建立起来 第四 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话题 不断被舆论提及 但可能跟两会的时间是冲突的 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访问中国 被官方誉为他是白铁 但我觉得称之为大白可能更加合适 高大的 白铁 中国甚少在国际重大事件中处于奇强的尴尬 虽然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总是弃权 但类似的俄战争问题上呈现出来的两边不倒的状况 却是1949年以来在外交上所未曾有过 可以看见拉欧抗美的策略受挫 原而抗美的决心没有坚政的下定 这可能是俄中前会强调了中国正在迎接风高浪急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那我们且看习近平下了这盘很大很大的棋 会走出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来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 这边有一个棋